中国地霸的官方账号说 国民党这个秋冬的这个活动 连个广场都填不满 百年难党气数已尽 那这个地霸的支持者都是中国的小粉红 地霸说国民党在台湾搞反莱猪游行 就这么点人啊 连个广场都填不满 而且是趁人家的场 百年难党气数已尽 再请教川雄雄 你觉得这样有几个人 这个如果是这样看 他们宣称六万 那是宣称 但是如果 主办单位说五万 后来有媒体说是六万 那随便 但是你看的话 我是说一两万人是有 一万五 警方估是一万 但是就是这么多人 而且是趁人家的场子 去的站就着 甚至于还有一些人 还把那些公运团体 那个社会团体 他们一些宣传车过去的时候 还被呛 那这样子国民党就做到太多了 国民党大概一万人 我觉得已经不少了 因为创哥刚刚讲到那个立法院 当时立法院其实人更少 那也被大家奚落 可是你们是要趁人家嘛 没有 你们国民党加他 我们是增添财火 不是趁好不好 我们不是要让这种声音 被更多人听到 永远之兄 因为地霸给你们看得很不错 所以你看我们 国民党已经气宿已进 所以宣哥你看 气宿已进就是这要过心而已 所以我们现在跟大陆关系很差 他们现在逮到机会就要骂我们啊 你要不要跟他讲对对话 气地霸 地霸是 我们是自由国家你们不懂啦 对我们极权国家 我们能够上街头这种权利 你们有吗 那意思是说 你自由国家怎么人这么少 自由国家 没有 我们就算出来二十万人 他还是觉得少 就是他们讲话听听 因为他们不是民主国家 他们不能想象我们人民上街头 那种热血跟那种愤怒 可以对对 这是一种权利 他们没有 所以他们就活在自己想象里面 基本上我是不理他们 现在李乾隆出来讲 蔡英文不变的话 国民党下一步要包围立法院 但是中国的地霸又说 你们气宿已进 人家这几个而已 这个臭不满 这个我来解释一下 其实地霸 他现在是中国 少数几个可以公开讨论政治的 被党 被中共党所监控的 他一个论坛 这是第一个 所以说他有点默许就对了 他上面 当然不是 我看还故意在推 为什么 他这个效果就会跟之前 那个央视讲的话 他是一模一样的 你们就是来求和的 那不要小看这个地霸 因为我发现 这个中国的这个网友留言 他还蛮懂得行情的 他一看 就说你们这个百年烂党 气宿已尽 为什么连个警服门都围不起来 这懂行情 这至少懂得我们台湾游行的行情 晚间十点 敬请锁定 朕知道了 谢谢大家